白鞠要搁今天 天天都能有素材发朋友圈 他应该是一个非常高产的大V 白鞠的诗追求通俗易懂 服务皆知 连他的邻居老妇人都得听得懂 但是他还不能诗韵律和文学性 早在日本的平安时期 就相当于唐宋这个时期 日本文学史上有一个高峰 这个高峰的时候是汉文化大量的流入 我们都知道有潜随史 潜唐史 他当时推动了日本文化的一个发展 他出了一个特殊的现象叫什么呢 叫白鞠翼现象 我们经常说今天说什么什么现象 在大约一千年前 日本就出现过白鞠翼现象 日本人并不像国人那样熟知李白杜甫 再说那个时候李白杜甫也没那么大名气 所以他就更加推崇白鞠翼 他曾一度兴取了这个白鞠翼热 诗歌呀让人看得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唐代的时候呢日本人都使用汉字 我们今天去到日本去啊 看到的都是日本字啊 就是他的片甲名啊平甲名里头夹杂着汉字 在日本明朝以前基本上都完全是汉字记录 今天日本人啊以认汉字为荣 日本有大约有一千六百个汉字 能认识这一千六百个常使用的汉字呢 那在日本都是非常有文化的人 那么这可能就是白鞠翼热在日本啊 这个影响很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日本当时就使用的是汉字 我们呢的汉字直接过去除了发音不一样 但意思和看都能看懂 那么白鞠翼的诗歌有多么直白呢 我们举个小例子啊 他过去写过很多小诗 他说池上有小舟 舟中有壶床 床前有新酒 独酌还独长 这基本一听就懂 就说我家门口有个水池子 上面有个小船 这个船上呢有个壶床 壶床就是我们讲过多次的马闸子 说床前呢有新酒 我自个儿独酌独长 我自个儿边倒边喝 这个啊跟我过去在百家讲坛讲 床前明月光是一模一样的 你看李白说床前明月光 一世避上霜 白鞠翼说什么呢 床前有新酒 独酌还独长 这时候他那个床明确指的就是壶床 李白的那个床呢 实际上也是壶床 十几年前我抛出这个观点的时候呢 很多人还觉得有点犹豫啊 今天大家基本上都能接受这个说法了 那么白鞠翼还有一个另外的身份啊 他历史上是第一个文人的造原家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园林 但是去日本看的时候觉得 这日本的园林跟中国的园林是明显有区别的 但日本园林的造原意境和手法 极大的受到了白鞠翼的影响 白鞠翼呢 他造过四个大园 他被视为日本的园林的一个教科书 还是个启蒙教科书 那么白鞠翼的文学成就之高呢 他肯定离不开他自幼的家庭氛围的熏陶 我们都知道这个启蒙教育是很重要的 尤其年轻熟记忆力好 教的东西都能记住 不管他用心不用心 只要你教给他 他大致都能记住 他比杜甫受到的童年教育呢 就更为丰富 他的祖父和父亲呢 都是地方官员 虽然官阶不高 但是都是经过明经极地的书香门第 过去做这种官员 他都得好好的去读书 你不读书 你做不了官员 他的母亲和外祖父母呢 也同样是学识渊博的支家 从那种家里出来的 据说他的外祖母呢 擅长琴棋书画 白鞠翼的童年 就是在外祖母的妻下度过的 所以从小而如目展呢 就看看 你看外祖母的琴棋书画 样样都精通 所以他的见识 就比其他的孩子更广一点 我们今天你注意看 也有这个现象 就往往很多 在艺术领域有成就的人 他早年受的教育 他是他父母的 那么白鞠翼幼时呢 打下的文学基础呢 是很牢固的啊 加之呢 他有他的天赋 他过目不忘 张口成颂 又十分肯吃苦用功 是一上记载啊 说他少时就有成人之相 头发早早的就白了 我这头发白都是五十岁以后 开始白的嘛 我四十岁以前没怎么白 对吧 但是白鞠比我白的还早呢 早早的头发就白了 他呢又有报复 十六岁时候呢 就做出了今天啊 家喻户晓的 负得五元草送别 这首诗呢 据说早年好多课本就收一半啊 其实他是一个五颜律诗 离离园上草 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远方清古道 晴翠皆荒成 又送王孙去 七七满别情 十六岁啊 按照现在来说呢 就是一个大概高一的学生吧 现在啊 很难有人写出一篇 可以流传千年的作文了 今年你看啊 每年高考以后 确实有一些作文写得不错 也能够在当年很多 这个媒体中的转发 能热闹一年两年 但他很难热闹一千年 那白鞠比这首诗呢 十六岁写的 一千多年以来 依然流传 我们今天 对唐诗略有了解的人 都知道这首诗 所以 这个白鞠的才华 的确的是出众 当年十六岁的白鞠一入长安呢 就去拜业顾矿啊 顾矿当年的身份是非常高的 他是著作左廊 是个班达不小的官 因为有大学问嘛 所以白鞠一见他的时候呢 就是成荒成统 递上自己的名次 什么是名次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名片 我们今天也不怎么递名片了啊 前些年我都是还老揣着名片 见人给人一张 这些年呢 大家都是扫微信啊 所以也就不用这个名片了 这个名片呢 在汉代的时候就叫名次 因为它不是写在纸上的 它是写在木板上的 小木板啊 到今天为止 你到日本去 日本的名片这个词还叫名次 当时啊 长安是国际大都会嘛 大都会呢 就是物价高 物价高呢 就是吃的贵住的贵 生活成本高 在这里呢 生活不易 今天也是这样啊 你今天在北上广深 四个大城市 生活都一定成本很高 白鞠一见到顾矿呢 顾矿一看这小伙子来了 就问他叫什么呀 他说叫白鞠一 一地上名次 白鞠一 然后顾矿一看这名字呢 就知道他这个名字 出自于中庸 中庸怎么写的呢 说顾君子鞠以四命 小人行显以侥幸 这是中庸里的话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 君子啊 一个君子 他这里的鞠一 并不是居住简单的意思 而是居心平正温和的意思 四就是等待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君子呢 以这个平正坦荡的心态 等待上天的使命 或者等待自己的命运 那天命来了怎么办呢 当然是抓住机会呢 那小人行显以侥幸呢 行显和居易是对应的 对仗的啊 指的是把自己出于险境啊 小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就是赌性很大 见识不够呢 就靠赌 心存侥幸 认为很多事情可以涉险过关 这是一个社会常见的一个形态 顾旷看到白鞠一名字以后 就调侃了 比如说长安米贵啊 居此不易啊 就说了这句话 就说我这长安城里啊 生活很贵的 你在这儿 这个居住在这里不是容易 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顾旷 这个看了白鞠一这首诗后呢 就非常赏识 然后画风就一转说 你能够写这样的诗啊 那在这里居住就没什么可能的了 那老夫前面说的话全是玩笑话啊 别往心里去 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 顾旷这个人呢 他能够准确的判断出一个后生 就指白鞠一的这个艺术偏才 所以顾旷就到处去说啊 说我发现神童了 这个白鞠一呢 这个不得了啊 白鞠也就因此后来声明远多 过去啊 像顾旷这种出考题的大学问家 这个 能说中优了 四书五经啊 每个词每个事在什么位置 都是了如指掌的 今天我们没有这种人了啊 今天没有人拿这个吃饭啊 名牌大学的校长也不是这个样子 过去呢 你啊 甭说名牌大学的校长 您过去只要四书五经读了 那对这些知识都是倒背如流的 那今天的这个名牌大学的校长可能说一篇小文就错字连篇啊 我觉得念错字不可怕 中国的学问太大了 念错字太不可怕了 我就老念错字啊 不是每个人都要求他绝对不念错字 这是没有可能的 但可怕的是什么呢 集中的念错字 您就那么一篇小文 大量的念错的地方 那肯定是你的学知问题吧 我们刚才听到啊 白居易的这故事啊 有点像个传说吧 其实它还真不是传说 为什么呢 因为它出自于唐朝的书 唐朝有一种书呢 叫类书啊 它这个书名叫悠闲鼓吹 悠闲鼓吹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这个在社会上听到的这些事 把它集中起来 像你们说鼓吹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今天鼓吹有负面的意思 但唐朝类书悠闲鼓吹并没有负面的意思 唐代的长安城啊 这个是国际化的一个大都市 它的人口呢 已经超过了百万级 据说呢 它是历史上第一个达到百万级人口的大城市 按照今天来看呢 它比北上广深更厉害 它当时的外来人口居多 这个本地人口肯定是没有那么多 这是一个现代化大都市的一个特征 什么叫外来人口呢 就是你在这只生活了一代人两代人 基本上还算外来人口 我们今天说本地人口 一般情况下要居住三代以上 就可以算为本地人口了 你比如我 我爹就来到了北京 我在北京 我儿子在北京 那么这就可以算是本地人了 当时长安城里啊 除了中国人 还有很多的外国的商人 还有使者 还有僧人 就是长安城里啊 人是各色人等 那正是日本的浅唐使 把白居易的诗歌呢 带回了日本 带回了日本呢 就口口相传 所以他在日本才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那后来日本就慢慢慢慢浅唐使 就派的少了嘛 所以呢 宋代的文人对日本的影响 就没唐代那么大 所以日本人就不知道了 白居易去长安呢 他也是因为大都会的机会多 那我们想想也确实是这样 如果白居易呢 不出来 就在他老家待着 他可能到今天 也没有那么大的名气 所以人年轻的时候 一定要闯荡 一定要到大城市去看一看 过去有一种很俗的说法啊 说您要大城市一张床 不要小城市一套房 其实这说法有点片面 但是他说明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大城市一定比小城市的机会多 那么我们今天看白居易 这首成名诗 我们老说这诗好 它好在哪里呢 那我们先说 一开始他用了一个词汇 叫离离 离离是个万能词 你到词书上一翻 你就明白了 这个离离是什么意思 这个离离可以解释为 多种面貌 比如他说 盛多貌浓密貌 井然有序貌 旷远貌明亮貌 若断若序貌 就是说 你看这个浓密也算 若断若序也算 它清晰貌 这个隐约貌 蓝散皮的貌 飘动貌清晰貌 悲痛忧伤貌 悲痛忧伤也可以用离离这个词 那我说这个 所以你今天就可以说 比如你说离离不起床 就是你悲痛忧伤不想起床 与朋友若断若离 也可以说离离不分手 就是又想分又不想分 所以离离你用它形容什么 基本都合适 离离形容春草 它的文学含义不仅复杂还厚重 所以你不能一目了然 他用这个词 开篇就是大气象 离离园上草 一岁一枯荣 气象非常大 道理非常简单 包含哲理 多么茂盛的草 也有生命周期 秋枯春荣 一岁一尽 这一字的重复使用 使之成为永叹之士 所以它在开篇中 就让你喜忠戴悲 我们仔细再体会一下 离离园上草 一岁一枯荣 它有节奏感 那它的第二点 就是汉年呢 它是千古明连 我们大部分人不知道这首诗 也知道这个连 叫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此帘一看呢 它有点不太像对帘 野火跟春风怎么对呢 它就能对 野火和春风 两词是对仗的 你不是野和春 火和风都可以对仗 它同为名词呢 但它词性大义 我们一般说 春风对秋雨 对不对 这个比较容易理解 但春风的野火 好像觉得这个词性 有点差距 但恰恰是这种 没有关联的词 在白居易的笔下呢 前者呢 由主动转为了被动 野火烧不尽 什么意思呢 是由被动转向主动 春风 后者呢 又是由被动转为主动 春风吹又生 它两者之间 有一股力量是相反相成 我们老说一个词叫相辅相成 就是我帮助你可以成了 但也有一种状态 文学状态是相反的 相反相成 古人将生活中的观察的 自然物后做了高度的提炼 这个白居易 优美流畅的一切合成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富得古人草离别的这首诗呢 在白居易的诗中呢 是他最早年写的 这首诗的普及度 这个非常高 但是白居易最著名的两首诗 是哪两首呢 是两首长诗 一首是长恨歌 一首是皮一八行 我们今天简单说说长恨歌 有人认为白居易之所以 能写出如此感人至深的诗歌 是与他自身的经历 多少有些关系 说来也很有意思 这个白居易是一个中情的人 他和李白杜甫都一样 他是晚婚 在这仨人里 他结婚最晚 他与他的初恋的坎坷爱情故事 持续了大半生 他在十一岁 在宿州复离居住的时候 认识了林家女孩 这女孩叫什么 叫湘玲 你听这名字 这女孩姓什么 还真不知道 他叫湘玲 这名字听着就特别像神话里的人物 湘玲不仅长得可爱 还懂音律 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他跟白居易是青梅竹马的爱情 他持续到什么时候 持续到白居易十九岁 湘玲也十五岁了 他们俩之间差四岁 那么白居易曾经做过一首诗 就叫林女 说的就是这湘亭 他说 聘亭十五 圣天仙 白日横额 汉地连 他表达了对这女孩的一个爱意 这首诗很有意思 他说他 白日 横额 横额就是长额 说是白天的长额 汉地连 我们一般莲花都长在水池里 都长在水中 他说他长在陆地上 就是少见的意思 尽管白居易这么认为 但是白居易的妈妈反对 然后觉得门不当户不对 湘玲也是这样 怕高攀不上白居易 就没有跟白居易谈婚论嫁 结果这白居易就赌气 一直好到多大呢 好到三十五岁 三十五岁不要说在唐朝 就是在今天 一个男人到三十五岁 没有结婚也已经很晚了 甚至有的资料说 他到三十七岁才成亲 在这期间 白居易至少为青梅竹马的 湘玲写过三首诗 其中有一首叫《寄湘玲》 还有《寒归夜》 《长相思》等等等等 后来白居易结婚以后 到了四十四岁的时候 又碰见了湘玲 两个人据说 两个人抱头痛哭一场 从那以后呢 就再也没有见过湘玲 就搬家了嘛 这些事也事过境迁 这个二十多年的感情历程啊 白居易呢 这个 没能修成正果 湘玲呢 后来也不知所踪 就不知道到哪去 也找不着 四十四岁 白居易四十四岁以后 再也就找不到湘玲了 那么可能正是这种情感啊 才能使白居易在《长恨歌》的创造中呢 找到共情 藏献宗 元和元年 这一年呢 是公元八零六年 距今一千二百年过去了 某一天呢 他跟他的友人啊 一个叫陈宏 一个叫王志夫 三个人结伴呢 就到马尾坡附近的这个仙游寺呢 去 我们今天说旅游吧 就是旅游 一路上 这俩人就劝白居易 说你这么大本事 能写诗 为什么不把这个李隆基 跟杨贵飞的这段爱情故事 写成长诗呢 这陈宏本身是个小说家 你知道小说啊 是明清以后 慢慢被社会重视的 唐代写小说 第一小说短 第二小说家没有地位 跟诗歌没法比 那么陈宏就说 你呢 就跟白居易说 你来写长诗呢 我呢 也就把它写成小说 所以他写过一个小说 陈宏 叫《长恨传》 王志夫这人更有意思 王志夫这个人呢 根本就不入室 就鄙视这官场 不愿意去 他就隐居山野 这个人也本事很大 他就极力的 这个怂恿白居易 说你呢 有个标本啊 你就按照 岳府叙事诗的这个方法 他将故事写出来 白居易呢 又联想到自己的身世 联想到自己的爱情呢 思来想去呢 又想想啊 就觉得 这事是可以写的 因为他当时 刚刚到周治这个地方 去做官 他就决定开始 要写《长恨歌》 其实这一年呢 离杨贵妃去世啊 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 白居易那年呢 34岁 还没有结婚 他处在这么一个状态上 那么我们今天可以想了 如果没有白居易的《长恨歌》呢 那唐玄宗跟杨贵妃的 这个爱情故事呢 可能就是一个 很普通的故事 由于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呢 歌颂了真挚的一个爱情 唐玄宗跟杨贵妃呢 他故事就得以流传到民间 唐玄宗跟杨贵妃的这段 这个爱情故事啊 这个非常有意思 它非常复杂啊 先说杨贵妃的身世啊 他出现的时候并不是 唐玄宗选来的妃子 而是他儿媳妇啊 最后被唐玄宗看上啊 做了各种手段 变成了自己的妃子 所以他永远是妃子 他不可能跟他变成正宫娘娘 那么杨贵妃非常有个性啊 有个性 他因为他的个性 唐玄宗才喜欢他 就是他跟唐玄宗的年龄差距非常大 非常大 他们俩经常吵架 吵架的时候呢 多半是因为杨贵妃呢 度一打发啊 爱吃醋吗 《证史》中的记载 至少有两次 这两次都是把唐玄宗气得不行 把杨贵妃直接轰出宫去 第一次把杨贵妃轰出去的时候呢 皇上那时候岁数也很大的啊 这个 茶饭不思 高丽氏一看不行 就是替皇上把杨贵妃接回来 后来又有一次 唐玄宗呢 又跟这个杨贵妃吵架 把杨贵妃彻底轰出去了 轰出去以后 杨贵妃那次就觉得事态非常不好 知道有可能回不到宫里去了 所以自己很懊悔 那么唐玄宗还是很珍重这段情感 就又后来呢 等气消了 又派人去看杨贵妃 杨贵妃呢 一看皇上派人来看呢 就哭得气不成声 自己剪下自己一段头发 让这个信使呢 带给这个皇上 带给唐玄宗 那么唐玄宗一看到那头发 就原谅了杨贵妃 我们今天是这样啊 我们先说爱情 爱情这个事很神奇啊 你看这意思 有头发 如果你能思念它 你能想它 那真的是爱情 我们今天的人做不到 我们今天的人真做不到 你手里拿一把头发 你恶心还来不及呢 对吧 但是人家 唐玄宗就能想到自己的爱情 所以原谅了杨贵妃 杨贵妃这次 回到宫里的时候 也知道自己有错 所以呢 五体投地 趴在地上 常跪不起 大哭 表明自己的悔意 这都是他们之间 爱情的恩恩怨怨 爱情一定是有恩怨的 没有恩怨的 一定不是爱情 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真情 他或长或短 大部分人持续的时间都比较短 只有少部分人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如果历史上没有安史之乱 唐玄宗的业绩载入史册 有可能高于唐太宗李世民 我们一说唐代 两次盛世 首推真观之治 其次就是开元盛世 开元盛世 还有一个说法叫开天盛世 就是开元天保年间 对吧 它的盛世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 42年 我们中国历史上的盛世 40年往往是个大限 比如我们知道的 这个汉代的文景之治 前后39年 他都是到这个年头就容易出事 唐玄宗跟杨贵妃的这个爱情呢 载入史册呢 是抛离了这个身份的 他当然身份是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在这个诗歌中 他并没有过度的渲染他这个身份 我们大部分人 我们或者常规的文学意向中 都会认为只有爱是无绝期的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起在朝朝暮暮 那就是表示一个长远 其实呢 这个无绝期的 有时候往往是恨 就是爱不上了就恨嘛 这个恨呢 是悔恨 唐明王这样伟大的人 都无法处理爱情 这样一个简单的事情 其实爱情是一个非常复杂 非常难处理的人事关系 我们人际关系中 特别复杂的一个关系 就叫爱情关系 白基宇写的《长恨歌》 它呢有一个原则 不走极端 它不因为这个事情 比如这个马尾波兵变的时候 这个事情属于在历史上 宰入史册的一个恶事 它因为这个甚恶而抹杀甚美 不是 它一开始就对两个人的爱情呢 这个负面的地方 闭口不谈 它只刻画它中唯美的一面 它这里其实就三段 第一段是爱情 第二段是变化 第三段上天 神话 就三大段 那么它一开始就让 这个故事极快的推进 把爱情最美的一面展现出来了 你比如大家知道的首剧 这个回头一笑百媚生 六宫粉黛无颜色 那非常唯美 那么它的第二段呢 就立刻过渡到安史之乱 那么安史之乱呢 那就是没有办法了 就是因此杨贵妃葬送了生命 那第三段呢 就是写一个虚幻的 写一个遐想 写上天 写人类所期盼的一种情感 所以这首《常诗》是白鸡翼 基于历史的一种文学创作 这在中国诗歌中并不多见 这首讨论到 我们下诗歌中 Mo それ就没有? 这首讨论是白鸡翼 我这首讨论来 童 교